我们先请李现帮我们介绍一下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个展馆叫什么名字 哈喽大家好我是李现 那么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展览馆的主题叫做想象世界 想象世界 因为我自己个人很喜欢这个主题的原因是因为 大自然本来就是非常富有想象的 那么我们所有人类的这些感受的性的东西 我们其实都赋予到大自然身上 你就会觉得我们增添了一份理性感性在这个里头 感性就是既有理性又有感性充满了想象 对所以当卡迪亚在这个领域去探索的时候 我觉得是让人叹为观止的 而且探索本身就是一个无穷尽的感觉充满想象 我们也问一下身边的静景老师 静景老师也跟我们分享一下想象世界带给你的感受 对想象世界呢其实是讲的万物融合 万物共生的这种齐趣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这样的一个非常广袤的世界里 我们有山河湖海 有动物有植物 还有很多人文的我们后天的建筑 那大家会看到有很多带给你的感觉是一样的 那这些融合在一起的东西就带给很多的高级珠宝的设计师 很多的灵感 他把很多可能看似没有关系的东西组合在一起 产生一种奇妙的化学反应 所以我们才会把想象世界放到一个最深入的地方 对 对吧 因为我们可以慢慢慢慢最后充满了想象 发现了无穷的世界 好 那我们问问李线啊 在整个馆里你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哪一件作品 那我现在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件作品 这件作品叫Amy 对 叫Amy Amy 对 非常的漂亮 他这个整个形状和这些宝石看起来很像是鹅卵石 又像是猎豹身上的一些斑纹 对 所以就看起来很漂亮 我觉得李线刚刚说鹅卵石我能够直观的感受 可是他说猎豹的斑纹的时候 我就觉得李线是个很有想象力的人 对 真的很像猎豹的斑纹 对 因为这个场馆他所有的作品都刚才讲的是齐去共生 所以他既像猎豹身上的斑纹是肯定的 然后他其实我也是觉得他看起来更像河底的鹅卵石 对 大家可以看到呢 他的主体的颜色呢 是一种偏紫色调的 紫色调的 然后中间这一块非常特别 它叫做紫里灰石 中间那个大的 对 非常漂亮的紫色的 其实这种宝石呢 已经流行了非常多年 那这么大颗拉有70多颗拉 有70多颗拉 而且非常的透颜色 非常的浓郁 其实很难得的 那我们看到说 你看这个欧博呢 它其实来自于澳大利亚 那你看它排列在一起 你觉得非常和谐 然后每个又不同 其实它是这个我们 这个设计师 按照设计师的图纸 一个一个重新切割的 重新 对 切割成他们想要的样子 所以它组合起来 你就觉得很美 但你说不出来为什么 就是因为每一个细节 都是精心设计过的 所以不得不说 李线非常有品味 但我们看的第一件作品 就这么的美 而且听说 李线你的诞生时 是不是也跟它有关 对 所以原来 好有缘分 好有缘分 对 欧博 欧博 好的 今天我们除了欣赏 这款叫做Emi的作品 它来自印度 可是我觉得它又有 源于瑞士 源于澳洲的灵感 都在里面 真的是整个世界 都在它身上了 奇幻共生 奇幻共生 对 而且我听说李线 今天除了带我们 在想象世界参观 还要带我们去一个 很特别的地方 对吗 没错 其实今天来之前 就已经听说了 卡迪亚这边请来了一位 非常优秀的珠宝大师 对 那我们平常看到的 都是成品的作品 那么其实我们也想 去探究了解一下 它的打磨过程 是什么样的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 去感受一下 哇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 高级珠宝的制作工艺 对 非常难得 太好了 感谢李线 来 带我们过去 好 谢谢 现在呢 我们来到了珠宝的操作台 那我先问一下 李线 曾经有过这样的体验吗 之前只是观赏过 但是从来没有自己 去操作过 你今天真的是准备 要自己操作一下 是 想来感受一下 厉害 哇 李线给我们操作 高级珠宝的制作工艺 大家是不是很期待 你期待吗 我自己也期待 非常想感受 好的 那我们就来学习起来了 好 好 来 有请 这个其实就是很标准的 他们欧洲大师的 这个高级手工坊的 那个原样的复原到这里 好的 其实我特别想问一下 静静老师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都知道 珠宝大概的制作的方式 工艺 对 但是高级珠宝的制作 跟普通珠宝的制作 对 区别 应该很大吧 对 很大 因为高级珠宝 它在英文里面 有个很特别的名字 叫 high jewelry 它就是高的意思 对 高级珠宝还有几个 非常重要的元素 一个呢 它必须采用世界上 非常珍贵的天然宝石 贵金属 比如说 K白金 活金 黄金 这种珍贵的 这个贵金属 然后呢 它是要有这种 艺术化的设计 不是说 随便我 简单的箱里下 简单设计下 那样不叫high jewelry 对 那high jewelry 所以其实 我觉得我不知道 是不是应该叫 珠宝的草图 对 它的设计图 对 设计图 这样的设计图 实验就已经很像一副 名画了 对对对 然后再把它做到 珠宝上面 对 然后呢 还有一点 它必须是有手工的 这样的工艺的餐 嗯 手工的工艺 它必须有刚才我讲的 设计图 然后辣雕 然后这个金属翻模 镶嵌 打磨 抛光 这一整套的程序下来 就是现在李宪正在做的 这一整套程序 现在李宪已经宛如一个 就 就浑身都散发着光芒的 高级珠宝大师 非常专注 对 因为你知道很多的 高级珠宝的这个大师 他们从事的一个步骤 比如说这个大师 他就是做镶嵌的 或者他就是做打磨的 他就是做配食的 他都会在这一个职位上 做很多年 五年可能刚刚出图大概 然后做十年 十五年 二十年 三十年 四十年的都有 可能只是这样的一点点工艺 就这一个工艺 他可能一辈子 就在做这一个工艺 这是匠心 匠人的精神 对 而且高级珠宝 是不是这个世界只有这 对 刚才我刚才讲了 除了刚才我前面讲的 那三个条件 最重要的是 它必须全世界只有一件的 全世界只有一件 嗯 然后独一无二 独一无二的这一件 我觉得今天李线打磨过的 更加独一无二 对啊 李线你现在 怎么样 这个是你做的 就是非常的细腻 非常的细致 做这份工的时候 然后得非常的沉浸下来 去做这个打磨 然后在老师的指导下 我体会到了这样的一个感受 我觉得非常荣幸 非常有趣 会觉得比较费 比较费眼神吗 很难吗 手力啊 我都已经开始出汗了 对 就是因为 它是一个很惊喜 很惊喜的活 那你得全身贯注 你的所有的精神专注力 都得在这个宝石上面 对 而且我觉得 因为我们其实今天现场 很多工作人员 实际上我们就像刚刚 金莲老师说的 我们这不够安静 对 如果特别安静的话 我相信 你先会一边出着满身大汗 但一边非常专注地 做着它的高级珠宝 是的 这个体验真的是很不一样 我相信 正在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也第一次能够这么近距离地 看到来自巴黎 高级珠宝手工榜的 制作的过程 好 那其实刚刚在我们制作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瞄到 那边其实仍然还是有 非常棒的展听 而且有一件 特别完美的作品 在那等着我们 是吗 对的 你现在也知道的 对不对 对 那就带我们一起去 再参观一下 好 好 那间作品呢就在 那里 对 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 好 来这边请 两位可以先靠近一下 我们献哥可以站 站在那边 好 这是这一次展览的 正馆之宝 我感觉献哥站在那 已经很想跟他合影了 是不是 正馆之宝 对 它的价值 为什么会这么的高 那主要在哪个方面呈现呢 大家可以看到 你一下子看到这一件作品 你会看到 你的目光会集中在两个点上 对吗 对 就是下面这两颗钻石 大家其实都知道 非常完美的钻石 在全世界是非常少的 那这两颗 又是差不多大小 都是26克拉左右 大小 那最最珍贵的呢 它其实是 来自于同一颗原石 对 它是地色 地色全美的钻石 大家知道就是白钻 它最高的等级就是地色 然后里面全美就是无瑕 无瑕 没有瑕 那它最最特别的呢 这两颗不仅是双生子 对 不仅是地色无瑕 它还是一种非常特别的 一种钻石 叫Type 2A 这是一个比较专业的名词 特别之处在哪里 Type 2A的钻石呢 在全世界所有的钻石里面 只有不到2%的钻石 是Type 2A 刚刚献哥在说 它们来自同一块原石的时候 我就知道 您做了很多的功课 对 您做很喜欢双生 双生 你看它非常的闪亮 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简约 但实际上呢 它的整个的灵感来源 是一种植物 植物 对 是紫藤 对 很有想象空间 很有自己的 对这种 就是美好事物 和清晨的这种 美好美感的东西的 相生融合 对 所以珠宝它除了珍贵以外 除了昂贵以外 其实它也是一种艺术品 对 还有很多情感的东西在里面 很多艺术的美感在里面 融入天地的很多灵感在里面 对 接着我们李倩最后这句话 融入天地的很多美感 所以难怪我们要来到 这个叫想象空间的地方 我们会发现 原来珠宝的设计的工艺 还有它精湛的技艺 包括它背后的故事 它的美感 它的理念 给我们融合了很多想象的空间 还有很多解读的空间 可能每一个人 欣赏它的角度又特别不一样 是的 所以如果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还没能来到现场的话 我希望大家能够到我们的官方平台去抢票 真的是预约起来 不需此行 好我们今天也特别谢谢李倩的到来 我们先谢谢静静老师 我们一会儿见 拜拜 拜拜